大家好欢迎今天的五大新闻头条 对重返奥运金牌 参议院通过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线上青少年安全规则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周三表示 哈马斯政治领袖伊斯梅尔 哈尼亚在伊朗首都的黑兰遭到攻击并被杀 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在伊朗的黑兰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杀害 在哈尼亚出席伊朗总统就职典礼后 哈马斯声称以色列应对这起杀戮负责 哈尼亚的去世预计将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 特别是以色列、哈马斯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 这项消息是在以色列报道 真主党高级领导人在被鲁特被杀后不久发布的 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的去世对于该组织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哈尼亚是哈马斯内部的重要人物 她的去世造成了领导真空 可能导致该组织内部权力斗争 哈尼亚在谈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停火和人质交易方面 她的缺席可能会使与埃及和卡达等其他各方 正在进行和未来的谈判变得复杂 这次暗杀可能会加剧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 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 哈马斯已经发誓哈尼亚的死 不会白白过去 这表明可能采取报复行动 哈尼亚的去世可能会进一步破坏本已动荡的中东的稳定 并可能导致涉及真主党等其他地区参与者的更广泛的冲突 总地来说哈尼亚的去世对哈马斯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并可能对该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空袭 杀死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弗阿德、舒克尔 以报复对戈兰高地的火箭袭击 攻击还造成三名平民死亡 74人受伤 这项行动加剧了人们对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 发生更广泛冲突的担忧 美国和阿拉伯外交官担心局势可能会失控 戈兰高地是位于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的一个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高原 戈兰高地为以色列提供了监视叙利亚动向的绝佳有力位置 并成为抵御叙利亚军事攻击的天然缓冲区 该地区是该地区的主要水源 戈兰集水区的雨水流入约旦河 这对干旱地区的供水至关重要 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 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 随后于1981年将其吞并 戈兰高地仍然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一个争论点 加剧了持续的区域紧张局势 其战略位置和资源使其成为一个竞争激烈的地区 代理特勤局局长就任特勤局新任领导人后不久 罗纳德 罗前往兵系法尼亚州巴特勒 参观一名20岁枪手试图刺杀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集会地点 在枪手瞄准的同一屋顶上 罗福沃亲眼看到视线 罗纳德、罗、Ronald Rowe 对安全失误导致一名枪手在兵系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次集会上 试图刺杀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表示羞愧 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从屋顶开枪 导致一名观众死亡 另外两人重伤 川普受伤但幸存 多项调查正在进行中 特勤局正在加强安全措施 包括使用无人机和改善与当地执法部门的沟通 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保罗、阿巴特提到 克鲁克斯有一个社群媒体账户 宣扬政治暴力、反犹太主义和反移民主题 美国特勤局采用全面的方法来评估和管理 针对政治人物的威胁 国家威胁评估中心NTAC NTAC成立于1998年 提供研究和指导已支援特勤局的保护任务 它的重点是透过多学科研究 以及与公共安全官员的合作 来了解和预防有针对性的暴力 特勤局进行主动威胁评估 以防止针对性的暴力发生 这些评估涉及评估可能对公职人员 构成威胁的个人的行为和意图 特勤局的保护情报部门 透过分析各种来源 包括社群媒体、公众提示和执法机构 的资讯来调查潜在威胁 这有助于识别可能构成风险的个人 并允许及时干预 特勤局与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密切合作 分享资讯并协调保护政治人物的努力 巴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包括他自己的预期 西蒙、拜尔斯在另一届奥运会上 凝视着跳马跑道 在同样明亮的灯光和同样的五环背景下 2021年他在体操运动中处于最低谷的时刻 西蒙、拜尔斯、Simon Biles 带领美国队在巴黎夺得奥运金牌 他克服了过去的困难 并完成了比东京更困难的跳马比赛 拜尔斯与队友苏尼、李、乔丹、奇利斯、杰德、凯里和赫兹利 李维拉一起取得了压倒性的领先优势 让比赛感觉更像是一场加冕里 尽管小腿受伤并承受着比赛的压力 拜尔斯在资格赛中取得了个人全能最高分 并展现了爆炸性的自由动作 这场胜利标志着拜尔斯在情感和职业上的重大回归 自东京奥运以来 拜尔斯一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伟大的体操运动员之一 拜尔斯于1997年3月14日出生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在德克萨斯州斯普林长大 拜尔斯总共赢得了八枚奥运奖牌和三十枚世界锦标赛奖牌 使他成为历史上获得奖牌最多的体操运动员 他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获得了四枚金牌 并在随后的比赛中继续表现出色 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 拜尔斯有多项体操技巧以他的名字命名 展示了他在这项运动中的创新和技术实力 除了他的运动成就之外 拜尔斯还是心理健康的倡导者 公开讨论他的挣扎 并用他的韧性和决心激励许多人 西蒙、拜尔斯对体操的影响 以及他作为年轻运动员榜样的角色 使他成为体育界真正的杰出人物 华盛顿、周二 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立法 要求科技公司采取措施保护儿童 免受网路上有害内容的侵害 但由于对言论自由的担忧 这项努力在众议院面临着不确定的命运 参议院以91票对3票通过了 儿童网路安全法案和 儿童与青少年线上隐私权保护法案 这些法案旨在要求科技公司 对17岁以下的用户实施严格的安全措施 以保护儿童免受有害网路内容的侵害 人们担心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定义有害内容方面的作用 并担心潜在的审查制度 由于言论自由问题 这些法案在众议院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科技公司对儿童网路安全法和儿童青少年网路隐私权保护法反应不一 微软、X、以前的Twitter和Snap等一些公司都支持这项立法 他们认为这是监管科技公司和保护儿童免受有害网路内容侵害的必要步骤 其他科技业协会也表达了对该立法的担忧 他们担心这些法案可能违反第一修正案 并伤害需要获取有关LGBTQ议题或升职权利资讯的弱势儿童 一些科技行业团体提出了替代立法方法来增强儿童的网路安全 这表明目前的法案可能不是最佳解决方案 总体而言 虽然立法背后的意图得到了支持 但也存在重大担忧并呼吁采取替代措施 談判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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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